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便是一双大脚 柔 伏地鸡哭诉 自己被金兵掳去后 赤脚奔走万里 才发生极大变化 经过仔细盘查 赵构认定 此女便是柔伏地鸡 见自己的妹妹受了那么多苦 赵构也是怜爱有加 加封他为福国长公主 更是嫁给南宋重臣永珠房玉士高师鸟为妻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结果十二年后 受尽领辱的宋徽宗为皇后 被吉人送回 声称柔伏地鸡在一年前死于五国城 嫁给高师鸟的陆位是个冒牌伙 恼羞成怒的赵构 随即对柔伏地鸡严加审讯 原来这位冒牌货本是开封一名姑 偶遇依陶出宫的宫女 宫女见她长得和怀柔公主吉相 并告诉她关于柔伏地鸡的一些宫廷密室 她便跑来冒充柔伏地鸡 还有一种说法 是为皇后在金国受尽领辱 曾服侍金国将领完颜宗贤 并生育二子 害怕自己的丑事 被柔伏地鸡宣扬 才诬陷柔伏地鸡 让赵构杀了她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